只不過幾年前 我們見到年輕人戴頭鞋戴口罩 是害怕的 擔心的 不以為言 還可能很生氣 搞什麼呢 不用忍 但是今時中的 幾年之間 大家看到什麼事 我自己個人自從起落法會 我們是民選一人一跳 尤其是我們九龍西 有兩個 連聽者和議員 尊祖 尤慧晶 大家拍手給他 貿事公司 大家拍手給他 若請委託GQ 這個政府 我當時已經和政府高層的人 你還聽到話 你這個這樣一個政權 我們不能夠再有一丁 連這個信心或者是信仰 你玩了它 但是之前那天 我們年輕人更加看到 就是那條反衝中的條例 是我們最後一戰 最善是我們最後一戰 給他過了就是這樣 我們這次實實在在 我們這次實實在在 要多的戴頭盔 戴口罩的年輕人 不是他們在6月12號 第一次流血抗爭 不是他們衝了入立法會 那條什麼的反衝條例 過了十世了 是他們先 是 是 這是共犯狂 就是我們的法會 數碰到 是老地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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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什麼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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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種制度上的暴力 是令人更加齒眼 所以我們香港人 一定一定要同年聽人一齊 我們一定一定不能夠獲釋 我們一定一定要支持他們為他們的香港 他們的未來是一路爭取 聽聽 決定 不算是 這個問題 de 我們直到 寶寶 全部人 這是 尊국 誠 文語 很關心香港、很關心香港民主 而且很關心我們現在有這麼多青年受傷被告的朋友 真的很感謝大家走出來 也很感謝主辦的人士 都沒有很大壓力幫我們申請這個和平集會 和遊行的通知書 我是羅碧雲 今早我在電台上有康復兩個建制派志員 和一個民主派議員對峙 我們現在都見到建制派的議員怕死了 開始想和林鄭接觸 她都說如果大家要求簽會 那林鄭就說簽會 她批評就現在開始轉化了 不過問題是為何她一開始的時候 是要盲根政府、盲根中聯辦 她都一定要我們過這條訴訟條例 現在怕死了才想提神派 所以她們正在計算中 她們正在來的區議會 會不會被選民懲罰她們 所以現在才是困難的 我想說就是 我們今天走到這一步 其實一直都有很多人問 現在香港搞成一個 你收貨呢 大家有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有沒有被人問過你這個問題 但其實大家都找不到答案 做不到收貨 我們只是知道 是越來越嚴重 香港是越來越危險 令到我們越來越擔心 但真正其實不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的 假年還需是離人 是誰呀 林鄭 林鄭 林鄭現在就躲起來了 不是想見我們 不是不想見你們 但她又少騎騎的酒會 昨天有九龍社團圓會的酒會 知不知道什麼叫九龍社團圓會 這些是中聯盟的地區組織 是有無數多次的那個積極基金 就要封鎖給地區裡面的建制派議員 讓她可以做蛇債餅總派委派的一派人士 這些就是林鄭現在要建的社團了 她不是建黑社會 去建中聯盟支持的地區社團 但是民主派若她建的 她現在是不建我們的 由六月到現在去建民主派議員那次 那國前民主派議員呢 又有緊張的質彩 有些人循循善友 但是她之後就不再建我們了 現在她是建建制派的政黨和這些社團 那又大不大問題呢 現在越來越嚴重問題的時候 其實整件事都是她自己的施政真 是她做的不正的政治判斷的錯誤 如果一開始 一開始回應了五大肚頭 根本我們這個紀元是不用這麼多人流血 受傷 被捕的 所以林鄭是要負最終的政治責任 但是如果她可以說 沒有東西發生的 繼續去飲 繼續在政府政府寫的施政報告 然後繼續找些警察出來幫我們 或者拒絕我們遊行集會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是沒有解決到 今天有些建制派議員說 不如叫財爺派錢 派妥給多些優惠市民 導致就以為這樣可以解決到 但大家以為可不可以解決 和現在有我們的問題 可以 是不可以的 正如北海港 就算港可以止黑 但現在香港受傷流血了 始終黑都止不了血 所以根本上我們是回避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集會 我們繼續遊行 星期一不會發光 其實都是繼續用我們可以用的和平的方法 去逼政府面對問題 所以多謝大家 我們繼續走這條路 非常加強 但是保護自己 不要訴訟 不要投入 不要提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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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一個90後的年輕人 亦侃弄運了 我們這段的年輕人 我們分得分配合、分得分尊敬這代的年輕人 我們這代的年輕人都是吃吹流養蛋 我們這代的年輕人都是幫忙 我們這代的年輕人都是作為深信 雞蛋總共一天能夠高上 做完九日相信大家都記得 一百萬人出來遊人上街 林鄭和你講我聽到文言了 但第二天繼續強行推行變動 令到我示威者花為立法會 那些聲音就說是暴動 警方是出動了催淚眼、橡膠指下 還有暴躁眼 到了六月十五日 有一位示威者出來以醒名字 林鄭又懶她又辦看不到 到了六月十六日 二百萬人出來遊行 五大訴求 一個都沒有回應到 這個政府去到哪裏 到了七月一日 立法會就爛了一塊玻璃 她走出來零十四點 就來演習了什麼 演習開始是暴動 是暴力 但是最應該演習的那個是誰 就是林鄭月娥 她博視民意 莫視這麼多百萬出來爬上街的民意 亦都莫視了人命 她繼續向中共撇離 她繼續追電視或者死 她繼續叫警察去打到這條小人頭脫越流 所以我們今天最應該演習的是誰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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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我們要譴責的 就是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是不斷用暴力 去攻擊我們的示愛者 去攻擊我們的記者 去攻擊一些所無尊的 剛剛爬到的香港市民 她有空就大聲說 沒有委員陣都沒有問題 有空就出來說 這些是警察嗎 她經常說 我們香港市民 不尊重香港警察 其實由頭到尾最不尊重的 就是香港的自己 是不是 是 所以 我們要譴責這些香港警察 7月21號 沿浪的恐怖襲擊 香港警察在這裏 歐見黑色 在這裏的勢力 去了山澤 遲了69分鐘 都還說是沒有問題的 這些香港警察 是無法無天 是知犯犯犯的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 知犯犯犯 香港警察 知犯犯犯 香港警察 知犯犯犯 香港警察 我們不能憂為火 就是建制派 建制派 是這件事情絕對的波動 我們由青木區議會 三位民主委會議員 我們這麼不湊 有數 可以提起 民主委會議員去討論 聽說討論 因為獨立委員會 英國討論 小投資會 無反條例 但是民主委會議員 一句討論 但是一開始 民主委員 用結論出來 就說 要幫助這班受害者 發生官體 去討回共同 民主委員 支持修例 加不加 排民主9號 繼續發展出來 遊運 遊運的時候 要繼續支持 當林鄭出來說 要簽訂閘的時候 民主委員又怎樣 又繼續支持 簽閘 他找到最簡單 李維琦出來說怎樣 任務呢 接乎的話 我們支持 都會理解的 民主委員 立場什麼 就是沒有立場 這些就是建制派 這些就是民主委員 這些就是民主委員 所以我們在選舉裡面 我們要一票不投民主委員 好 一票不投民主委員 好 一票不投民主委員 好 一票不投民主委員 一票不投建制派 好 好 一票不投民主委員 好 一票不投民主委員 好 一票不投民主委員 那票不投民主委員 其中心 一票不投民主委員 一票不投民主委員 五票不投民主委員 香港人是將香港的法律 不是隨便可以讓這個特區政府破壞這個防火場 所以各位大家見到在議會我們進行了抗爭 我首先想要多謝各位 其實街頭的抗爭是必須的 沒有了我們的多年輕人 在6月12日出來街頭用大家的身體 甚至沒有你們安全性命的風險 為香港停止了這個抗爭 不過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抗爭是未走的 這個抗爭仍然落在立法會的立法過程中 他未簽 未簽就是說 只要12公施程 政府是可以要求恢復議論的抗爭 所以我們全世界都叫他簽 是一點都沒有錯的 這個不是你說死亡的事 受中政策就可以欺騙我們 這條法例 這條法例現在是當住在立法會 他通知立法會主席 如果主席肯開會的話 十二年之後就可以追復議論 這是第一波的事實 所以我們不斷對抗爭 是沒有辦法停止的 而全世界都叫他做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香港是有法例 賦予行政上官 有權去成立 依怕成立一個國立調查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在更重要 其實他就可以成為一個犯人 他有傳召權 可以傳召任何他覺得需要的證人 他可以傳召證據 可以看回整件事的內容區 如果放一個法律根據 他就沒有這個傳召權 那就是契約 不過全世界都叫他做 他都不肯住 所以 這些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 這些事我不需要再重複 有可能是8月5號 是嗎 是 各位 很多人說 現在香港很黑暗 我們經過很多東西是黑的 可能大家看到有 警察是對一些 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年輕人 打個拼 我們看到這些 吹亂的國題 最重要的 我們甚至看到 元朗黑夜 是無警時分 過幾個小時 一個幾乘都沒有 是嗎 是 教授給大家聽 無論幾乘都好 我們對香港人有信心 香港人一定能夠擺盪天光 因為香港人的內心 是能夠照亮整個香港的 是嗎 是 是 香港人的內心 是很重要的 各位 因為 幾十年後 港府的史書 是會說給我們聽 2019年 香港人 提出了國政局的決定 這個情況的決定 就是我們有五大訴求 是不是 是 各位 這場運動 夠走到現在 很重要的 是因為 經濟爬山 各自努力 無論你是勇武的手足 你是和理優的手足 你是社工 你是醫生 你是理員 你是武衆市民 我們相信 這一次是我們全香港 一起行動 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學生 是嗎 各位 各位 記得我們香港人記得去的 現在 和理優 是很重要的 和理優 成功 但同一時間 我們都要去 了解 學生的立法 各位 希望我們 繼續來 世良救共同中去 我不說太多 因為我很少在集會上發言 但只知道我 很希望 港美會的位 無論你是在所謂 在前面還是後面的朋友 香港人 一條心 爭取独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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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網民做這個大將同歸一個日子 然後上訴求贏了三六四 我講真是一個很難看 我願意多一句 就是多謝全民的朋友 大家都很辛苦 因為現在警察他們 又射到樓下 又用一個問題來撞他們 香港警察大家都知道 是製判辦法的 還有一點 我真的很希望跟大家說 前線勇武的手足 勇武的兄弟 他們不是武漫愛的 大家不用擔心 不要做贖罪卷的事 我怕大家不要再做這件事 光復慧念 我們一直希望 是一個龍門解釋聯合的 因為我們光復慧念的人 是不歡龍門的 希望大家 今天要小心 沒有腦有症的 希望你們的身體 我真的不知道 很感謝 我希望大家 小心 我希望你們的個人 不要再做 還有一件事 剛才麥治郎 講得很對的 警察以為 戀國催淚彈 搞到這個 現在搞到小朋友 他要做什麼 我想告訴大家 不是的 催淚彈 扔出來 如果拍到貓 在中國的 就會走回來 就會走回來 拍到貓 如果你們的個人好 沒有這樣 所有的同步 都會出現 因為我們全部都在招 就OK 在幾個手裡 我們就無話可說 光復香港 市術教育 光復香港 香港 市術教育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各位香港人 大家好 好 我們 走過中國人 相關 走過上水 沙田 屯門 元朗 我們捱過 雙雷彈 捱過 胡椒 群毛 捱過 警棍 捱過 盜牌 我們現在 還有四十幾個年輕人 要捱 暴動的警告 鼓不公道 不公道 為甚麼 當日 元朗恐怖襲擊 這麼多暴徒 你警方 是可以服送他離開 不做任何俱告 為甚麼 你不在四十八個東球之外 檢控他們 我們這群年輕人 在短短48小時後 你就說已經有足夠的證據 去檢控他們 一條這麼重的報告罪 不要開玩笑 這條罪 你要看很多證人口供 很多CCTV 很多環境證供 才可以做一個穩活的健康決定 李正若驊做這個決定 我很肯定說 肯定是政治決定 是 目的就是要打我們兩國人的共存意志 我們會不會被他嚇到 不會 不會 我們香港人 是硬不投 你可以出警棍 你可以出香港 你可以出武警號 我們報告罪 但是 我們絕對 我們絕對不會 退縮的廢案 是 各位市民 我們一班民主派的議員同事 這麼久以來 一直跟香港人同行 我們站在最前線 希望保護我們的年輕人 希望大家不要受傷 希望不要亡個目勢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我們這個角色 其實越來越難做 因為我們是完全感受到警方 對我們 對前線的急救的人員 對前線的社工 態度是越來越敵事 我希望各位朋友 保護好自己 和保護好身邊的人 我們可能會受傷 可能會被捕 但是我們的挫折 只會令到我們 更加堅強 對嗎 對 我們一定要和林鄭 脅和政府 安排 星期一 大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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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罰公